哈囉,大家好,我是日蔣 大家總是說日本人講話非常的暧昧 非常的難懂 但其實對他們來說 這些講話的方式已經深植在他們腦中 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對他們來說 也沒有特別需要解析的必要 只是對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 常常會陷入深深的困惑 還是只有我 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充滿在日本人生活中的五個謊言 行けたら行く 能去的話,我就去 在約日本人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呢? 講這句話的人呢 有百分之九十九 絕對都不會來 不要問我數字怎麼算的 就是一個話是吧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你不想來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說 還要讓別人空暴希望呢? 但是其實講行けたら行く 這句話的人 不代表他真的不想跟你出去喔 而是他內心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小劇場 啊,那天應該不行去 可是我有可能會突然想去 還是我突然可以去了也說不定 但是那個可以去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他不想讓對方抱有期望 所以到底是去不去啦 應該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但日本人呢 是一個非常在乎 當下的氛圍的一個民族 如果直接說不去的話 會讓那個日本人覺得 拒絕你很抱歉 然後他們又會覺得 被拒絕的人應該也會很難過吧 要是因為我這次拒絕了 他要是下次不約我怎麼辦 會不會很尷尬 那就是為了要避免這些狀況 很多日本人會使用 這句話 隱藏在這句話裡面的意思就是 我其實很想跟你去 但是我應該沒辦法去 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是他們內心的OS 也附上幾個我在網路上看到 日本人對於這句話的感想 我每次聽到日本人講這些的時候 我都覺得不會不會 我真的不會這樣想 你只要告訴我 你能不能來就好了 我什麼都不會對你做 我們去賓館一下 我和文藍在一起之前 我有和幾個日本男生約會過 那他們的共通點 就是都會講這句話 可是也不是突然說要去賓館 他們通常都在前面會鋪陳一下說 時間有點晚了 有點累了 我沒有辦法去飯店休息一下 我不會對你怎麼樣 當然那個賓館可以換成其他地方 例如他家 你家 誰家 反正就是一個私密的空間都可以 我要先跟大家聲明喔 我沒有去過 然後我要跟大家很正宗的說 你只要去了 你就是被他騙了 這句話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覺得實在是太矯情了 因為台灣男生 並不會把這樣的話掛在你嘴邊啊 我什麼都不會對你做 我們去賓館 我什麼都不會對你做 我們去你家 我什麼都不會對你做 你要不要來我家 我覺得台灣男生好像不會一直這樣講 一直這樣講 你又是欸你要不要來我家 這樣子 不會還特別去強調說 我什麼都不會對你做 因為 特別強調出來感覺就 欸欸你好像本來想要幹嘛 這樣 我在剪這一段的時候想說 會不會其實不是台灣男生不講 是我沒有被台灣男生搭訕 或是追求過 可是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太了解日本文化 也不太知道日本人平常都怎麼講話 所以這個矯情聽起來反而就覺得 特別有說服力 嗯 他特別這樣講那應該就是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聽了幾個人講 還有上網查一查之後 發現他們其實講這句話是沒有任何承諾性在的 就像呼吸那麼簡單 通常那個日本男生看你沒有什麼動搖 沒有要跟他去賓館的意思 他們就用更誠懇 閃閃發亮的眼神告訴你說 我真的很想休息 我不會對你怎麼樣 我們要不要去賓館 那些都是騙人的 絕對不要去 因為之前有網友傳instagram訊息 跟我說他跟別人出去約會的時候 別人這樣跟他說 絕對不要去 他的意思沒有其他就是 如果那個日本的本意真的是休息的話 一般情況 日本人休息會選擇是 或者是咖啡廳或者是家庭餐廳 例如 絕對不會去賓館 我們下次去喝酒啊 對日本人來說 喝酒聚會是可以加深彼此關係的一個方式 所以為了要縮短和對方的距離 釋出善意 他們會邀對方去喝酒 表達一定程度的好感跟友好 但是當然 真的有沒有要去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 啊啊啊啊啊 煩死了 為什麼都不講清楚 所以呢 我就來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覺得很有標示性的判斷方法哦 首先要觀察對方的情緒 如果對方的情緒是比較高亢 比較興奮的話 那就有可能真的要去喝酒 但是這個也不能當成是完全的判斷標準 因為日本人在那個場合 他們都會把自己弄得很high 就是要讓現場的氣氛比較歡樂 下一個的話比較有指標性 就是有沒有提出具體的日期 還有時間 還有哪家店 通常如果指出這麼具體的時間 例如禮拜五晚上啊 還是他們會問你說你平常都幾點下班 這種講到比較細的 然後或者是哪家店 就通常會成型啊 代表他就真的要跟你約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不要一直比穩他 他可能反而會覺得壓力有點大 然後疏遠你也說不定 第四個不是句子 是我自己發現的現象 生活中滿滿的欲蓋泥彰 我覺得日本的廣告真實性不高 以電信業來說好了 很多電信業的廣告會強調 一個月只要多少錢 那那個錢通常是非常低的 但如果實際上去問他們的話 他們會說 如果你要加通話功能的話 要加多少錢 要加什麼東西的話 又要多少錢 就是把一些很基本的功能 都另外要加上去的方式來付錢 加總起來之後 根本就沒有他們廣告說的那麼優惠 不只電信業啦 還有信用卡啊 或者是一些網路上的廣告 我覺得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我有聽我朋友說 他朋友在電信業上班 老闆會規定他們一天要簽幾個單 就是客人來申辦契約的時候 會跟客人說 你加這些東西加這些東西加這些東西 我先幫你加進去 讓手續比較好辦一點 只要在幾天之內 你打給客服退掉的話 都不用算錢喔 那就要麻煩你打一下客服電話 通常這個客服電話 絕對打不進去 永遠在盲線中 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賺錢 所以大家在消費之前 一定要看清楚 要多做功課 就不要都覺得 日本好像很安全 其實我覺得日本 也是有很多這種 比較黑的方式 像我那個做電信業的朋友 他就說 他每天都是昧著良心在上班 因為每天都覺得自己在騙客人 可是人在江湖又身不由己 這其實是一個不太好的循環啦 另外一個預蓋迷藏 還有日本的網拍 我們在台灣分得很清楚嘛 會自己設計 然後訂製衣服的叫做品牌 進貨販賣的話 就是普通的網拍商店 而日本有非常多的網拍 他們都去韓國進貨啊 或者是買淘寶的貨 在日本的網站上面賣 但是有很多這樣子的店家 都沒有把自己定義為網路商店 而是一個品牌 我自己有看過非常多的店家 都是這樣子 那不知道是台灣人比較機靈 還是其實日本人不在乎 可以拿到衣服就好了 如果是用同樣的方式 在台灣行銷的話 應該會被炮轟 可是日本就蠻吃這一套的 所以如果會在意這個人啊 你們在日本的網拍上面 買衣服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日本還有很多 我覺得他們有點模糊地帶的東西 但是礙於片長 我就不在影片裡面講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之後再拍個影片出來跟大家分享 Kawaii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我好噁喔 這句話大家應該就耳熟能詳啦 我相信不管是有沒有來日本 有沒有學日文的人一定都會講這句話 在日本不管是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說可愛 在台灣不太常被說可愛 但是你到日本 你只要好像會動一下 你不是可愛 可愛這個詞呢 就像我們台灣 假霸媒 然後還是講個小小的髒話 就是像打招呼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裡也附上一些日本人的想法 那這個日本人怎麼這樣講話 大家不要以為日本人都很和善喔 日本人在網路上是比台灣的酸民 還是黑粉還要可怕好幾百倍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統整一些在日本生活遇到的 小微婉 小婉轉 小奸詐 那當然這個影片講的 不是全部的日本人都是這樣 畢竟日本這麼大 人口這麼多 怎麼可能每個人都一樣 只是社會普世價值有很多都是如此啦 然後把關鍵字放到網路上 其實都找不到日本人自己 有統整他們這些印象 那不管是來日本玩的人 還是現在都住在日本的人 不知道你們生活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你們覺得 欸有點問號問號 小奸詐 然後有點委婉 不知道這日本是什麼意思的地方呢 如果有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都會看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 再見 掰 字幕志愿者 protections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